T.S.P.R.S.组合三小指王俊凯,王源,一迎千禧,出道以来三人就备受争计,尤其是三人的身高与身材一直都是一路的重点。 在他们被全老黑的那段时间,估计很多人也跟风开过玩笑,但是了解他们之后,觉得他们三个就是很干净很努力的少年,不知道黑点在哪儿,而且都挺有礼貌的,于是开始粉他们了吧。 王源作为T.S.P.R.S.组合力身高最乱小的成员,身高上的劣势成了许多网友的吐槽点。 但我觉得王源给我的经验最大,他唱功真的是很不错,人设之前走得有点傻白甜,但是其实还是挺低调,甚至有点老干部那种。 今年十八岁的王源,开始长大了,前段时间一次在网上晒出的腹肌上,说是王源,开始还不太相信了,可在十二日当天,在看到王源在微博晒的肌肉照后,我相信了,感觉着孩子开始肛了,这胳膊上都是肌肉嘛。 王源自扑正常的锻炼锻炼身体,保持每天的运动量,保持身体好的状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,看来这孩子开始注重心体了,每天坚持锻炼是好事。 这么刚的王源有粉丝尖叫不已,也有粉丝爆出这是王源一个月前的承诺。 真的,刚刚好一个月呢,那下一次的承诺是不是要晒胸肌了呢? 哈哈,期待更大的惊喜,王源的身材其实也还好,首先脸又小又精致,身材比率很好,腿长肩宽还有慢化腿,不得不提的是他的腹肌,没想到王源,这么坚持锻炼,都已经刚到有腹肌了。 王源有亚洲人的样貌,欧洲人的骨架,很瘦,肩宽的,腰细,腿长,五光明朗,笑起来很好看。 王源的穿着大多是他这个年纪男孩该有的阳光,是那种中规中矩,但又不是四少般的穿呆。 他穿出了18岁少年应有的阳光,但同时又有自己的一番风味在其中。 三个理念,王源也是很有气质的,死下里没什么表情,跟舞台上不一样,轻轻冷冷的,可能在射线机里看不出来,但是真人站在面前,真的会有种直可远观不可歇玩的感觉。 怎么说呢?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有深度,你看他的眼睛,是不太能看懂情绪的。 虽然王源说,他羡慕王绝海,一样清洗的身材,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身材比他好,但是感觉王源特别有气质,冷冷清清的感觉,很纯真的感觉,实际上他很成熟了,而且王源的资源现在也不错。 不久前还关心了好莱坞电影极限特工,实力不错,主要王源自己是那种闹声做事的人,图片来源网络。